請問一下 部長我必須 為一些醫生朋友講一句話 我有幾次跟醫生朋友聊 我們的醫生好可憐 工作時數又很長 然後 大排一點的還好一點 年輕的好可憐 沒有生活品質 年輕醫生都很可憐 工作時數又長 其實我可以很體會 因為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做博社會研究的時候 工作時數有多好長 做年輕助理教授的時候 工作年紀時數也是都很長 當然我們整個社會的氛圍 不是只有醫師 很多的行業正在起步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要拚比較贏 所以投入的時間很多 那有時候就是過勞 所以必須要有一些規範 讓大家就不會在不知不覺中 傷害了自己的辛苦 也影響了自己的生活品質 但是 一下醫師的那種工作時間 要降到非常的低 可能性也是在目前來講 也是非常的困難 尤其是在醫師這一端 專業的人裡我們有限額 因為我們怕是過多的提供 反而造成一個品質的下降 所以現在時間要往下降 兩種可能 工作時數往下降 那可能就要增加供給量 或者一個是增加工作的效率 我們當然需要朝向工作的效率組合 來努力 縱使我們想要增加供給量 縱使 他一個醫生培養要十幾年 所以那也是緩步積極 所以我們現在積極朝向說 怎麼樣讓這個工作效率提高 那整個的醫師團隊能夠更健全 讓大家能夠在負荷上減輕 現在醫生其實是台灣的應該是 往正面的角度走 像以前那個 嚇你出一個醫生 爆炮這樣 會賺很多很多錢 其實在現在應該比較 還是有但是比較 不應該用這種功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對不對 對 真的現在做醫師要投入這行業 必須要有一個 就是興趣 興趣 否則我相信如果要靠這個薪酬 或是相對的收入來講 可能是不足以吸引 所以大家對醫生要尊重一點 建議大家像我自己 我自己是定期會去做健康檢查 我會去 找 認識熟悉我的醫生 我跟醫生建立好一個關係 然後我就會善用我的醫療資源 每個人都有醫療資源不是說 不去 醫院 就是好健康的 定期啊 我們的身體像車子一樣要保養 所以要找到一個 合適的醫生 所以我們就要 跟衛福部保持一個很好的關係 知道衛福部在做什麼 然後你有長照的制度我們要定期知道 因為我們家裡面都有老年人 怎麼樣幫助他們得到最好的資源 我們要注意這個衛福部新的這個制度 新的政策 其實我 發現 變蠻多的 像我們現在用手機都可以去付錢了 很多 而且今年也是那種 第三方 支付 這個是我們今年那個也要付錢的一個 重點 對就以後現在不是去那個跨號隊 排號很久很久現在越來越短了 這是我的經驗 我現在嚇一跳以前去 我現在連掛號看診 從頭到尾這樣省下我很多的時間 而且我不是說我去 花很多錢去看什麼 什麼高級的門診 什麼特權的門診 沒有沒有我都照著一般人去看 其實現在的醫療的進步 真的非常的大 台灣真的是一個 平民的醫療 但是高水準的品質 太快 tryin了 太過分了吧 洲底部